國內籃球動態關心的是今年10月的全國運動會將在台北市舉行 目前資格賽是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 對 那其中彰化線跟南投線的南籃代表隊呢 在激烈的資格賽當中是脫穎而出了 今天搶下了最後兩張全運會內賽的門票 準備要在10月大顯身手 突破切入 上籃得分 102年全國運動會資格賽外卡最後一站 藍色球衣的南投線在國手楊敬敏的加持下 以78比57擊敗澎湖線 收下最後一張晉級今年全運會的門票 楊敬敏直在上半場出賽 輕鬆拿下16分 是南投線勝出的攻城之一 我覺得也是一種調整吧 雖然可能強度沒有來得那麼強 但我覺得可以讓自己抓一抓 球往上的感覺跟節奏 林一場比賽身穿紅色球衣的彰化線 靠著後場大將宋宇軒貢獻12分 並且成功牽制對方的主攻手 最後順利85比73 收下全運會門票 這是彰化線第一次從資格賽闖進全運會大門 至於今年無緣國家隊的宋宇軒 則是希望在全運會累積更多比賽經驗 就當作是磨練吧 因為賽季也還沒開始 所以剛好藉由這個機會 然後練練自己的投籃 然後因為自己本身也沒有多高 所以在這個球隊希望可以長成控球 經過連續六天賽事 102年全運會南籃八強名單正式出爐 除了上屆冠軍新北市 以及這一次主辦第一台北市 另外六隊分別是宜蘭縣、苗栗縣、金門縣、 基隆市、彰化縣以及南投縣 這八個縣市的代表隊將要在10月的全運會戰場一較高下 六天TV 許桑城 孫船縣 台北報導